01短暗,我是Mike 今天我们讲述的是20世纪美国最臭名昭著的纵火番之一 30年里,他估计纵火接近2000起 造成多人死亡和难以计数的财产损失 那么,他最后是如何因为作案地点的选择而被发现了踪迹的呢? 1984年10月10日晚上7点左右 美国加州南帕萨迪纳市 比利和艾达带着他们两岁半的外孙马修 在佳品店Oli Some Center买东西 当天,店里客人不多 他们边逛边聊,商量 等一下买完东西就去隔壁的雪糕店 买外孙最爱吃的薄荷雪糕给他 他们走到工具区 比利停了下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要买的 而艾达则带着外孙继续向前 过了一会儿,店里的火警响起 一个角落烧了起来 那里附近有很多海绵、塑料制品 火势迅速蔓延 顾客们仓皇逃出商店 比利边喊着艾达的名字边寻找他们 店很大 比利不知道他们走到了哪里 很快,火越烧越旺 整个店的灯也灭了 比利只能先逃到外面 消防赶来 把火扑灭后 他们找到了四具尸体 其中两名店员 吉米和卡罗琳 以及外婆艾达和他那两岁半的外孙 马修 几个火灾调查员开始寻找火源和起因 经过几个小时的调查 他们得出结论 这是一场意外 不过,资深火灾调查员 约翰认为 这不是意外 而是纵火 他认为 店里有很多泡沫 塑料海绵 被子 枕头 很容易就能烧起来 纵火的人 应该是在那里设置了岩石燃烧装置 两个月后 另外一间 Ole Sum Center 也发生了火灾 调查后发现 是被人点着了海绵 从而引起火灾 后来 附近的几个小城市 发生了一系列的纵火 但都没有找到任何嫌疑人 1987年1月 一个加州火灾调查员大会 在弗雷斯诺市举行 那天 弗雷斯诺的Handcock Fabrics 与另外两个店铺 发生火灾 46英里外的图莱里 和110英里外的贝克斯菲尔德 也发生了数起严重失火 当时 贝克斯菲尔德消防局 大部分的火灾调查员 都去了弗雷斯诺参加会议 只留下马温 留守阵地 马温来到贝克斯菲尔德 发生了火灾的购物中心 他在一个烧毁的盒子里 找到了一个 用橡皮筋绑着火柴的烟头 旁边一张被烧了一部分的黄纸 他叫来店铺的经理 找来店里面 所有种类的黄纸 一一对比后确定 这张纸 不属于这个店铺 第二天 参加会议回来的同事们提到 图莱里和弗雷斯诺也发生了几起火灾 同一天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故 马温知道 肯定是纵火 而且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做的 他开始研究起这些案例 火灾调查员大会在弗雷斯诺举行 那里有三起失火 而另外那些发生火灾的地点 都是沿着加州99号公路 而且都是在火灾调查员开会的这一天 那么这个纵火者 会不会其实是自己人 马温拿到了参加大会的 300名火灾调查员名单 一一排除后 剩下了55人 他认为纵火犯就在这里面 马温把自己的判断告诉上司 但上司并不相信他的看法 还认为他不应该这样怀疑自己人 没多久 马温也因为他的这个理论 开始被周围的同事所排斥孤立 马温在火灾现场找到的物证 送去检验分析后 在黄纸上找到了部分指纹 把这个指纹与记录在案的罪犯进行比对 没有发现 马温认为 应该把指纹和他名单上的55人进行比对 他把他的发现和想法 反映给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 ATF 由于这55个人涉及到不同地区 不同部门 不同管辖区 而且ATF似乎并不相信马温的理论 他们拒绝了马温的要求 此后纵火案持续发生 但都没有抓到人 两年后 1989年 另一场加州火灾调查员大会 在太平洋丛林市举行 当天沿着开往太平洋丛林市的101号公路 又发生了多起火灾 马温把这一次参加大会的人员和上次的进行比对分析 在排除掉一些当天不具备纵火条件的名字后 马温得出了一张十人大名单 他深信 纵火犯就是他们其中一个 马温说服了ATF去比对这十人的指纹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这十人的指纹和黄纸上的并不相符 马温的判断似乎错了 又或者 其实 他没错 从1990年到1991年 不断有纵火案发生 这两年间 纵火犯烧了多家店 甚至 1991年3月27日 在洛杉矶南湾 一个小时内 接连三家店铺发生纵火 现场都发现了和此前一样的纵火装置 只不过 再也没有指纹留下 为了抓到这个连环纵火犯 司法部门决定 成立一个专案组 取名 枕头火焰冰专案组 这个纵火犯 喜欢在白天 店铺营业的时候纵火 一般会选择 有泡沫塑料 布等 易燃物出售的店铺 专案组 一个个联系 洛杉矶周围的小城市 询问 以前有没有发生过 类似的火灾 这一次不同管辖区 不同部门之间 开始交换信息 希望能够尽早抓到纵火犯 在这过程中 专案组了解到 几年前 贝克斯菲尔德市 马文的火灾调查员 作案理论 他们找到马文 详细听了他的分析 并拿到了当时那张 黄纸上的指纹复印件 专案组要求 重新分析指纹 洛杉矶指纹系统里 有洛杉矶郡所有执法部门 工作申请者 当时所留下的指纹 把黄纸上的指纹 与系统里的指纹 比对后确定 这个指纹 来自于火灾调查员 约翰左手的 无名指 约翰一直想当一名警察 1981年 他递交了申请 约翰几乎通过了 所有考核 唯独一项没过 心理测试 后来他边打零工 边继续在周边不同城市 应聘警察 不过都因为同样的原因 没有成功 随后他改投消防部门的工作 经过多次失败后 终于在格林戴尔消防局 找到工作 约翰很快因为出色的工作 升职为消防队长 并成为火灾调查员 在消防系统里 一直以来约翰深受大家的尊重 因为在调查火灾现场的时候 他总能够准确地找出起火原因 甚至找到纵火工具 那么他为什么 总能够找到问题的关键呢 约翰其实就是 识人名单里的其中一个 原来第一次做比对的时候 检测失误了 没有发现那个指纹 其实就是约翰的 专案组准备了一系列照片 给发生火灾的商店员工客人指认 有人认出了火灾前 约翰就在现场 专案组找到格林戴尔消防部门 低调地取得了约翰 所有的工作记录分析后确定 绝大部分的火灾里 他都有作案时间 不过 目前的证据 只能证明 他与其中的一个案件有关 这样的话判罚也不会太重 专案组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线索 他们在约翰的车装上了跟踪器 1991年11月22日下午3点半 跟踪装置显示 约翰出现在华纳兄弟设在 博班克的营厂 接着他回了家 没多久 华纳兄弟营厂的外警场地 发生火灾 消防局马上派出消防员去救火 不过 调度员不小心给了错误的地址 而专案组看着跟踪装置上的约翰 直接去了华纳兄弟营厂 而不是消防中心所给的错误地址 这场火灾造成了20万美元的损失 尽管如此 这不能直接证明是他纵火 没过多久 调查人员收到了一个重要线索 他们得知 约翰正在写一本叫《熄火点》的小说 正准备要出版 专案组设法拿到了约翰手稿的复印件 小说讲述了一个火灾调查员 变成连环纵火犯的故事 专案组发现 小说里主人公的很多纵火 都能够与现实中发生过的火灾相对应 里面的情节讲到 主人公在去参加火灾调查员年会的路途中纵火 详细地描写了他如何制作岩石燃烧装置 如何一下在几个地方纵火 小说里还包含了非常多现实中 警方没有公布出去的细节 现实中的这些案件里 很多约翰并没有参与 那么他是怎么知道那些细节的呢 专案组申请搜查令 在约翰家里找到和此前多起纵火案中 一样的香烟火柴橡皮筋和纸 另外还有很多约翰所拍摄的火灾录影带 录影带中显示 他经常在火警来到之前 甚至大火烧起来之前 就在现场附近拿好了录像机 1991年12月4日 约翰被捕 他被控多项纵火 以及四项谋杀 约翰被捕后 洛杉矶以及周边城市的火灾 直接减少了90%以上 比如在约翰被捕的前十年里 在格伦戴尔、伯本克、帕萨蒂娜上方的这片区域 平均每年有67起火灾 他被捕后 该区域平均每年火灾 直接由67减少到1 地区检察官迈克尔·卡布拉尔 详细分析了近几十年的火灾案例后认为 约翰30年前可能就开始纵火 在30年间 作案将近2000起 他也称为美国20世纪 最臭名昭著的纵火犯之一 1998年6月25日 约翰四项谋杀和多项纵火罪名成立 被判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小说里的其中一个火灾情节 与1984年南帕萨迪纳市 Oleysum Center的纵火案一样 两个店铺员工 一个外婆 以及他两岁半的外孙丧生 甚至连外孙的名字也是马修 小说里的主人公认为 火灾里死去的四个人很笨 因为进去商场的时候 不会提前留意应急出口在哪里 约翰在小说里还提到 外婆准备买完东西后 去隔壁的雪糕店 买外孙最爱的薄荷雪糕给他 而这个小细节 只有外公比利一个人知道 他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所以纵火前 约翰正好在这对老夫妻附近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记下来 然后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